我知道很多老师可能这一辈子没有规划过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也是啦 以前从来没想过要做什么 但是其实 成功人士都是这样规划的 所以我们要学学这个方法 好好的来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 比如说那个 60岁之前 要走遍那个哪几个 去世界十大景点 当我们没那个本事的话就可能 退休之前 要把台湾每个县市最好玩的点都玩过 这个都可以啦 这都是愿望 许愿清单也可以 许愿清单也可以 就是你想达成的目标 或是你的愿望 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所以请你先把它 稍微 整理一下 然后呢 你在那个搜寻的过程中你会看到一些细部的内容 比如说 他可能会写的比较细 比如说会写脚本 对不对 里面还有 还有人写 有的网站会写说 要会讲故事 要会写剧本 然后要会写那个游戏文件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会产生 最后 最后你可能会产生很 很复杂的东西 你可能会找到一些网站 然后每个网站写的都不一样 那你最后会会整 会整之后 如果你觉得这个项目是在这里的 你可以把这个项目 拖曳 拉到这边 放掉 他就会挪过去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子来重新分类 拖曳的方式可以重新分类 拖曳然后拉过去放掉 就会产生一个这样的结构 我们 刚刚请老师们写4到8个 4到8个 然后如果你还有一点时间的话 你可以再稍微写一两个 就是在那个底下 比较稍微详细的部分 这个能力里面呢 还有细分为哪些能力 这个也可以写 这个部分如果老师有大概写一下的 请你输入4 所以 如果你 低层的 概念有抓出来了 你写3 然后细部的内容有稍微抓一下的 请你写4 那 我们在搜寻网站的时候 在学习探索的阶段 有可能他是 混合的乱七八糟 混合的乱七八糟 那你觉得 就是看的差不多之后 你会开始做分类整理 最后会把它做这样的一个分类整理 就是同一类的归在同一类 这个动作叫分类 分类 大部分老师3都完成了 那你可以随便再找一两个 再找一两个两三个 把那个里面的细项稍微再补一下 那 在补的过程中你会渐渐的对这个主题 会越来的越了解 这个通常是分类完之后 会长得比较 像这样 那还没分类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可能都是乱的 可能是这样乱七八糟的 但是经过我们分类整理之后 你觉得哪些大象是可以独立出来 哪些小象是可以 挪过来挪过去的 就请你稍微挪一下 用拖曳的方式就可以直接移动 新制度这个工具非常的好用 他是让你把你的思考 具象化 就是我们在脑袋里面想的事情 经常是 人家所说的那个经验 但是 如果你要能够更上层楼 不能总是靠经验 所以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想法 你的思考的历程 把它落实到 落实到能够具体出来 具体的把它落实出来 落实在纸上 落实在 新制度里面 那通常 你就可以 把 把这个 思考的历程 变成你的 一个工具 当你很习惯使用这个工具之后 这个工具会变成你的 你的思维 你的思考会变成很有系统 系统化 那 一个成功人士 通常都是有自己的系统化思考 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思考的方式 你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 比如说像我这边 会写程式 那 你玩游戏要写的程式 可能有包括基 基础的儿童程式 高阶的游戏程式 或者是 那个 写程式编辑的逻辑 或者是AI 等等 那自学的能力 跟电脑设计有关系的自学能力 有哪些 包括快速自学 运算思维 设设计思考或者一些专案管理的能力 类似这样 稍微分析一下 那这时候如果你用那个病 用AI 这些就会更清楚 因为病会直接告诉你重点有哪些 所以 各位可以经常的利用一下那个AI 那么当你 就是你的 这个主题的指向跟细项呢 你就整理了一个大概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已经对这个主题 我的目标了 我已经对我的目标要完成的话 有哪些重大的项目 那这些重大的项目里面 又有哪些 小项目 是要 要去完成的 那如果这些项目全部都完成的话 基本上我 绝对离我的目标是非常的近 就应该就可以达成 好那么所以接下来呢 你已经知道